我叫徐建涛 我现在是跆拳道黑带舞段 我是一名跆拳道教练 但是我不仅仅是一名跆拳道教练 我还是一名创业者 我创办了找个陪练网 找个陪练网是基于我在跆拳道这个行业 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时间 得出了一个在教育跆拳道岗位上的一种心得跟体会 我们现在的许多的年轻教练 他们大学跆拳道专业毕业出去以后 都不能找到一个完全符合他们教学能力的这种岗位 而是说一到社会上他们并不注重这些学生的跆拳道教学能力 而是只注重他们是否能卖出去多少张会员卡 或者说他们的这个销售的业绩 而这是背离了做跆拳道教育非常严重的一个这种问题 找个陪练网是一个针对福州本土这些需求提供岗位的这么一个网站 上面的教练全部都是以兼职的形式参与到企业学校去进行跆拳道的兼职教学活动 我让这些年轻人到这些平台上他们不仅可以拿到稳定的收入 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个专注跆拳道教学的机会 而恰恰这些平台也需要他们专注教学 找个陪练网目前已经发展到了 在福州有四家团体会员接受我们的服务 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教学团队提供的服务都非常满意 当然这只是针对企业用户的一方面 在个人用户方面有很多家长已经开始选择我们的平台 所以说总的来讲我们现在不论是在团体会员阶段 还是个人会员阶段我们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初阶的水平 未来还会开发出很多课程 除了跆拳道之外还会有拳击 网球 羽毛球 乒乓球 篮球 楼道 空手道 这些项目呢都是在目前的体育行业市场当中 客户急需陪练的还有施教的 所以客户在未来都是需要定制服务的 我创办找个陪练网的目的就是 让专业回归专业 让跆拳道成为它本来应该有的那个样子 让消费者获得最好的教学服务 三到四年时间在准备这个事情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也非常辛苦 工作压力的巨大 导致我个人患上了轻微的焦虑症 产生一些心率加快或者说出冷汗这样的症状 所以对一个创业者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创业是一件不是能干的事情 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机会 所以我可能不一定会选择创业 我觉得如果在我有能力的基础上 为体育行业做出一些努力 给更多年轻人提供一些优势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创业它不是一件非常高大上的事情 它是一件光乎你理想的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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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